另外还有一位是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 也在选前最后一天再度站出来 表示他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 他说因为行政跟立法必须要制衡 他很忧心一党独大 而且这个党根本没有进步 他还禁告马英九说 看看西藏 不要再对中国抱以任何的希望跟希望 我这一票投给民进党的候选人 这话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早就说过 这回他再一次说 而且说得更大声 现在国民党既然在立法院里面 掌握了绝对的都是 我是跟我的亲戚朋友都说 在这次不管你怎么想 不管你有其他的任何多多少少的想法 但是让民进党的候选人 我的人当总统 对台湾未来政治前途 政治运作 一定有比较好的表现 游行一党独大 跟游行这个党 根本没有改变 没有进步 国民党给我的一个印象 他只不过是要扯民进党的后腿 可能他们这个策略 会真的在这次选举当中 有效也不一定 西藏事件 对国民党的来说 应该是一个当头棒喝 应该对国民党做一个当头棒喝 除非国民党认为 将来在台湾发生这样的悲剧 他们不关心 那就没有发作 提出什么一松一中市场 提出其他许多多的 这个跟中国互动 而且显然是对我们不利的互动 是不是有必要提出这些证件 一字一句刺进国民党的心脏 林毅雄对自己的女儿林焕军 写行马国民党没有进步 甚至直接站出来挺屑 他这么说 他能够关心公共自治 他不会很自私的 只求个人的利益 那这一点我对 我非常欣慰 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 林毅雄说 这对台湾的民主是件好事 美食新闻最后报道